台灣第一高峰玉山 山頂上除了歡呼人群 最特別的是這三尊神尊 也是一路被背上來 最後登頂成功 趁著壯闊山頸跟雲海 站在台灣本島最高的地方 這趟神明登山之旅得來不易 這是小琉球 三龍宮 觀音罵跟王爺宮 以及高雄龍鳳宮 必殺援軍登山前的準備 除了機座外 更是得用繩子層層固定 連搭車出發 神明也要把安全帶 出發 出發 一行人在十一號上午十點 來到玉山登山口 一開始還有登山道樓梯等 慢慢隨著越來越接近山頂 路成了石頭路 一步一步小心踏 因為旁邊就是萬丈深淵 跟我走走 你今天是牌頭一尊 最後一段路真的艱辛 山坡陡峭 山峰強勁 信徒們 一行食人 大家都穿著 先鋒 馬夫跟代表 各神明的服裝 斗力和全身裝備代表尊敬 而神明宮頂玉山 其實三年前就要來 三年前碰上疫情 今年在農曆年後馬上準備 抽籤投了十次都沒結果 眼看小琉球鷹王九月就要開跑 七月是最後期限 突然就收到通知 可以登頂了 信徒們代表柯巡委員會 背著神尊攻頂成功 也為接下來的小琉球鷹翁季 帶來好兆頭跟最成功的難場 三十年朱俊傑 黃旗球骨不先 屏東報導